請問一下 阿立 阿立 你們可以嗎 可以嗎 哈囉哈囉 好 不要離我那麼遠 好啊 我都多一個 OK ありがとう 哈囉 今天要切成中文一下 大家好 今天我要講的主題是聯絡牆 然後呢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地方都有聯絡牆 那在之後呢 他們會變成怎樣 那就是今天這個短講 是Libox 攝影圖書室跟Wikidata Taiwan的合作 下一頁謝謝 那什麼是聯絡牆呢 我想相關歷史不想多做說明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話 請掃QR Code去看一下Wikipedia article 上面會有非常詳盡的解說 今天我們想講的是 在公館 沒有放回去 謝謝 就是說在公館地下道那邊 他們用便條紙在上面寫上自己的想法 不管是支持也好 反對也好 或者是聲援也好 那貼在地下道的這一個聯絡牆 那為什麼 那這一個聯絡牆主要是聲援反送中運動 那為什麼反送中運動會讓他們這麼人心惶惶 讓群眾這麼的情緒這麼的高漲 主要原因是因為跟 逃犯條例修訂有關 他們對於 一個可能有一點點不講理的政府的擔憂 那他們會擔心說 如果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被送到大陸審判 在這樣的狀況下會不會 所有人身安全都不保 不僅人權等核心價值會受到破壞 那所謂的一國兩制 其實也根本都不存在 那就是在上面有列出幾個比較著名的遊行 如6月9號的反送中大遊行 與7月1號佔領立法院 那在7月中開始就整個 整個一切 整個香港就染上一片血腥 那不管是在沙田商場的血鬥 還是白衣人無差別攻擊 那更嚴重的是8月11號有個女生 因為黑警失去了一隻眼睛 那在8月12號這一天 他們自動自發在香港機場 有了還原機會 基本上整個機場是封閉的 那醫護人員也表示他們要無限期罷工 而在月底 8月31號有93號 有反送中遊行與罷工遊行 而到了9月4號終於 林鄭月娥像是IE瀏覽器一樣 終於說OK我們要撤回 這一個條例 可是關於香港人所提出來的五大訴求 如成立調查委員會 然後還有對於暴動的定性 以及釋放抗爭者等等都沒有回應 那這邊交給兵華 好其實我們做的事情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看到了台灣有聯絡牆 然後聯絡牆大家有大家的想法 所以我們就決定就是把聯絡牆用攝影的方法記錄下來 那這個是一個簡單的過程 簡單的過程是Lightbus因為他們辦了一個香港的社運小製展 然後接下來就碰到台灣就是像議員們大家申請了聯絡公館地下道的場地 然後大家就開始在地下道用貼便利貼的方式 還有就是大家就在那邊發表大家的意見 那之後因為到了8月31號他們就開始收 那路權申請到9月10號嘛 所以我們也知道這個就是 只是一個算是期間限定 也就是說它只有一個短暫的時間會在那邊有這樣一個狀況 那因為平常也常常在地下道走來走去 其實就知道這個特殊的狀況其實也代表了台灣一個大家言論自由的展現 還有大家的想法 大家的對生活的看法還有政治的看法 那我們就決定把它拍起來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我們拍的方法 然後這是一個縮時影片可以播嗎 沒有沒有沒有 它沒有播但簡單來說呢就是 我們用的是6000萬畫素的數位機背 那用的鏡頭相當於135的21厘米焦段 那拍攝的方法是用三角架 那每格一格地磚就正對著牆面拍攝一次之後 最後總共像大家看到的這一張也就是那邊地下的那一面作品的話 它拍了總共228張的照片合成的 那總共拍攝的時間大約是從晚上9點拍到凌晨的12點半 那最後主要我們做的事情除了 可以下一頁 對 其實除了拍攝下來之外 那因為拍攝把它拍得清楚這件事情沒有問題 那為了讓大家真正可以理解到 就是這個牆面可以去仔細地觀看它 還有大家可以去分享它 所以我們就用了CC0的方式去做檔案的共享 那也是希望說可以讓大家就是舉例說 香港人他們可以知道說台灣人的想法 就讓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呢 他們可以仔細地看到牆面上每個人的意見 每個人的想法 那拍攝的時候那邊有一個實體的輸出作品 是150公分乘以1845公分的實際的輸出品 那就是做這件事情的目的也就是說 希望把那個牆面可以用接近等比的方式 就是很清楚地把上面每一個便利貼的每一個字 大家都可以說是在事後 在它不是局部的 而是在一個地下道的整體的狀況下把它拍起來 那就是相關檔案的話 目前就是感謝賓華 他願意就是選擇用CC0授權 那讓大家可以用 那之後我們會把它上傳到Wiki comments上 供大家取用 但由於這個檔案真的是非常大 所以我們還在經過我們就是檔案審核方面才能放上去這樣 那我只能說非常感謝Wiki Data Taiwan 跟Lightbox願意有這個合作 那至於我們授權以後可以做什麼用呢 第一個是OK你可以去把它下載下來 印出來貼在你家牆面上 或者是說你會想要未來也用雷射方式記錄下來 就是把聯絡牆記錄下來 記錄它的演變 記錄它的意義 那當然你要做成周邊商品 例如印成一個布袋綁在行李箱上 或者是說弄成紙膠帶什麼都可以 讓更多人可以看到 或者是說去傳達你的想法 都非常的歡迎 這樣 那OK 其實我會覺得是 時光會把聯絡牆衝刷帶進 就是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OK期間限定 會過去 但是我相信 它代表的那些想法 那些意義 那些熱情 會可以 可以讓我們用這種方式 在線上永遠留存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或者是跟冰華繼續聊聊的話 明天在公館那邊的滾出去 有我們的活動歡迎你們來 這樣 所以 OK I'm finished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謝謝大家 喔 然後就是 我們印了 OK 我手太短 我們印了整整30張的 這個 算是小比例的 可以來跟我們要喔 就這樣 掰掰 OK 我們謝謝 謝謝